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我上周做的天然酵母已经实验成功了 今天我再把做法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你需要找一个容器 我们要先给这个容器消毒 我用的就是玻璃罐子 如果是玻璃罐子的话,一定要冷水下锅 煮到水沸腾了以后,再把罐子捞出来 如果你的锅特别浅 你就把这个罐子在水里翻翻面 然后再给它捞出来 一定要让它里边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开水煮一下 一会儿要用到的勺子也可以放进去烫一下 然后再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就直接放在罐子里就可以了 然后在罐子里加入10克的高筋面粉 再加入20克的清水 清水的话我用的就是自来水 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盖上盖子 把它放在屋里的某一个角落 就让它静置24个小时 第二天打开盖子看一下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你闻一闻可以闻到有酸味 这个时候再加入1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再加入20克的清水 把它们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你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些小泡泡 这个状态就说明对了 然后再盖上盖子 把它密封放置24个小时 第三天打开以后 可以闻到酸味变重了 我筷子指着这些地方 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的小泡泡了 然后再继续加入10克高筋面粉 再加20克清水 把它们拌匀 我这两天做酵母的室温都是在27度左右 这个温度做酵母是比较合适的 在后边的这几天里 你会发现表面的泡泡会越来越多的 这个状态就是对的 拌匀以后盖上盖子 继续静置24个小时 到第四天的时候 你一打开盖子 可以看到表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泡泡 再继续加入10克高筋面粉和20克清水 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再盖上盖子 放在一旁静置24个小时 第五天再打开盖子看一下 表面的气泡更多了 然后再继续加入10克的高筋面粉和20克的清水 拌匀以后再放置24个小时 这个天然酵母液就做好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用它做酵头了 现在已经第六天了 我们就可以做酵头了 在150克的高筋面粉中加入15克的酵母液 然后再倒入150克的温水 把它们拌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拌匀以后盖上保鲜膜 就让它在屋里继续发酵一夜 室温还是27度左右 你可以用笔标记一下位置 第二天再看的时候它会长高 就说明你这个酵母液已经做成功了 在剩下的这个酵母液里再加入1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把它搅匀 搅匀以后盖上盖子密封好 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 等你要做面包的时候 就把这个酵母液拿出来 跟刚刚一样的做法 用1比10比10的比例做酵头 如果长时间放在冰箱里不用的话 它可能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取出来以后 要扔掉表面的酸性液体 然后加入30克面粉和30克水 搅拌成涂状 把它放在28度左右的室温下 再放置24个小时 第二天你看一下 如果表面的泡沫已经形成了 它就可以继续制作酵头了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要重复添加面粉和清水的步骤 直到它表面又恢复产生很多的泡泡 就可以再继续制作酵头了 又过了一天 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酵头已经长大了 现在我就可以用它做面包了 酵头做好以后 如果你当天不用 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藏 冷藏的时间不要超过三天 一定要在三天之内把这个酵头用完 天然酵母的制作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想查看更详细的文字版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幸福的眼泪